我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工作 从事这个繁育工作有将近20年了 这个扎龙自然保护区呢 是丹顶鹤的故乡 也是我小鹤的老家 在我眼里丹顶鹤就像小孩一样 站你跟前 着着你的手 摘着你的裤脚 掏头你的兜 逗你开心 那小鹤刚开始特别依赖你吧 他就一步步离你 吭着你 等到他会飞了 他就相当于这小孩 六五六岁六七岁 他有那个心智了 他有他的想法 觉得我走丢不了啊 我可以出去玩去了 他就往卢也当里跑 他跑我就撵 那水啊都到这么深啊 到溜腰那么深 他还气你 你粘我 我就快点跑 我跟你保持两米距离 后期把我累一点 我都不行了 那我说我回走吧 我走一会儿我回回头 你走我也跟你回来 还是保持两米多距离 我也到家了 人家也到家了 你说气不气人 现在在我手里 好像发育的也得有个 一年得四五十只 有的数七八十只 也得有一千多只 我们这个保护区成立以后 一直在人为的 帮助他这个主群数量增加 先喝他下两枚卵 帮他拿过来进行集气孵化 然后他自己还会补两枚 这不就是四只吗 要是他自己人为不参与他不下 就两 多一个我都不找 一对夫妻就一对孩 他就跟找对象似的 还得他自己找 人为的干预还不行 就像咱们说的把这一个瓷子 一个熊子放到一起 人家不相忠不对眼不行 不同意 那完了他俩就打仗 多然给你打不好了 多然拉倒 干散摊都拉倒 然后人家自己找 自己相忠了 那个熊鹤 去找瓷鹤 又给展翅 又给跳舞的 就跟那人似的打进步去了 多然把人感动了 人家才能跟你找对象 不敢动了 你靠边吧 这些年变化太大了 国家政策领导 特别重视这块给多款 或者大建设 现在机器全都是自动化 如果你绝水了 或者没电了 自己自动报警 以前也根本就没有一个 正经浮化的场地 就是在一个 集体宿舍的一个房间里头 我和小贺的那屋 就中间隔着都没有门 就那环境 现在这屋里的多好 有淋浴 有作变 屋里环境特好 实际的环境变化越来越大了 你就不用从别的 你就从这个水 清澈见底 来回迁徙的 越来越多 你这环境好 它才来 环境不好 它不再来的 就是我们去年就在这 就发现蜂鸟 蜂鸟其实不应该是在这边的 我们都看着蜂鸟 环境变好了 各种的水禽 都什么野生动物 都往这边来 你看那小野鸭子 你看 在水里呢 开始传疑过来 把它吓跑了 吓住去了 我就希望我失业 我要失业才好了 我失业了 说明鹤的总群数量 不需要人为的干预了 大自然的环境 也越来越好了 那讲话的 天空上飞着小鸟 水里游着 这些小野鸭子 说我失业了 环境才能越来越好 动物才能跟人更好的 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是不是 我希望失业的一天早点到来 八章 五十二年 三十七一年 四十八 我们的迹法 所有人都很重要 感谢观看